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不管再苦再累,我们都要始终保持微笑 不管生活的压力有多大,我们都要守住自己的初心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时间无声,却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挡也挡不住时间的脚步 七零后的人,也渐渐地奔武了 到了奔武的年纪,也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一切似乎都不容易,我们成为了家庭的顶梁柱 默默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什么都顾不得那么多,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奔武的七零后,有着万般说不出的苦味 正是人生最难熬的阶段 但是又不得不熬下去 再难再苦,始终都要咬牙坚持 到了五十岁以后,我们悟透了人生 更需要一个好心态去迎接往后的岁月 所以,奔武的七零后,很下心扔掉这三样东西 后半生轻松自在 一,扔掉粪粪不平的心态 奔武的七零后,到了这个阶段 再去计较一些无谓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你若是真的想要让人生过得好 那这个阶段的你,努力一点 不怕启程晚 人生大不了就是大气晚成而已 别因为他人比自己成功 生活比自己过得好 你就心里不平衡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我们放下愤愤不平的心态 撸起袖子加油盖 认认真真的过好自己的生活 踏踏实实的,其实是最好的 不要觉得五十岁了 人生就可以躺平了 能够在这个年纪躺平的人都是非富即贵 而我们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依然要好好努力 忙碌工作 忙着赚钱 即使事业上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 我们也不要去抱怨这抱怨哪 更不能自暴自弃 开始摆烂 你一边想着不切实际的梦 一边什么都不做 是不可能过得好的 踏踏实实过好每一件事 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 用好心态去迎接每一天的生活 你的未来会比现在更好 二、扔掉悲观的情绪 笨舞的欺凌后 不管我们现在混成了什么样子 事业有成也好 事业无成也罢 我们都要学会接纳人生的不完美 越是人生难以圆满的时候 越是人生艰难的时候 我们越要积极地面对 丢掉悲观的情绪 让自己变得乐观起来 生活中的苦难都是暂时的 我们一定要笑着面对 五十五岁的潘大叔说 自己已经卧病在床几年了 走一段路就难以喘气 也干不了什么活了 一切都是靠着孩子和老伴在养自己 其实潘大叔对自己是一些悲观的 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累赘了 孩子给他钱让他买好吃的 他都舍不得 觉得自己没干活了 没赚钱了 跟不能随缘花掉孩子的钱 要把钱存起来 其实对于潘大叔来时候 生活的盼头就是孩子好好的就行 当孩子一休假回到家 家里热热闹闹的 就无比开心了 人生苦短 我们走过了人生半辈子 也经历了很多风霜雨雪 身体也许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们也要好好乐观的过完余生 心态影响心情 心情好 生活才会幸福的 不要活得那么抑郁和悲观 不要患得患失 要在高高兴兴中度过人生的往后余生 三 扔掉心软 学会断舍离 人生最高级的活法 其实就是断舍离 奔武的七零后 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也在一些事情中 看清了一些人 一些事态 渐渐地让自己成熟起来 也懂得了如何去留心眼给自己 留后路给自己 到了人生后半程 我们应该明白 其实心软是一种病 得治 因为心软的人 活得最累 最疲惫 最得不到人在乎和心疼 最没有人把自己当回事 五十岁以后 就不要再去取悦别人了 不要再一味地去满足别人的需求了 你要学会为自己而活 学会考虑自己的感受人 学会拒绝别人 别心太软 让别人一直欺负你 五十岁以后 我们别再委屈自己了 到了这个阶段 要学会断舍离了 该绝交的人 就不怕翻脸 该退出的圈子 就不要舍不得 该断离的东西 就要再留恋 当你狠下心来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解脱自己的方式 那些对自己不好的人 那些一直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人 那些瞧不起的自己的人 那些虚伪的朋友 那些当面一套背后 一套的小人 就学会远离吧 扔掉心软 让自己硬气活一回 才是潇洒人生 岛屿 笨舞的七零后 感悟最深的五句话 送给你 一 人生除了生死 其余的都是擦伤 人笨舞之后 才越加明白 人这辈子 其实无病无灾 便是最珍贵的 人这辈子 快快乐乐 简简单单 便是最幸福的 到了人生下半场 才明白 人生最难的 不是你遭遇了点什么挫折 也不是你突然就失业了 而是你的亲人的生命 受到了威胁 生活中的缺口 我们可以逢补 但是亲人一旦失去了生命 遇到了什么意外 不管我们怎么拼尽全力 都是无法挽回的 每次看到生离死别的时候 才恍然大悟 自己的家人健在 一家人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 无病无痛 便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笨舞之后 渐渐明白 除了生死 其他的都是小事 也当自己走过了半生 回头看看过去 其实都没什么了 二 最好的岁月 就是有家人的陪伴 笨舞了之后 才明白 身边的幸福 就是家人的陪伴 人这辈子 最好的岁月 其实不是你在外面 拥有了多少朋友 跟他们谈天论地 而是你的家人 陪你一路走来 始终做你背后最坚强的后盾 人到了中年以后 你会突然醒悟过来 意识到父母已经好了 或许已经无法陪着我们前行了 往后的路 往后的生活 只能靠自己走下去 你也会突然明白 伴侣这么多年 无怨无悔地 跟你生活在一起 吃苦耐劳 受到委屈 也不争不愿 一直支持着你 关爱着你 跟孩子一起 每天等你回家吃饭 这样的生活 还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呢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们在外面努力赚钱 是为了给他们的家人 过上好的生活 但是当你回头一看 他们一直在你的身后 这其实才是人生最感动的事情 林语堂说 幸福的人生 无非四件事 一是睡在自家床上 二是吃父母做的菜 三是听爱人讲情话 四是跟孩子做游戏 幸福的岁月 莫过于家人的陪伴 三 知足才是最好的人生 梁石秋说 如愿便是满足 满足即是幸福 现实中 很多人 永远不懂得的 就是知足 正是因为如此 不知足的人 也永远是过得最糟糕 最累的 甚至因为自己的贪婪 而付出了代价 人只有知足地活着 不要总是嫌弃 更不要总想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 要珍惜自己拥有的 切合实际 脚踏实地生活 那么就算是平凡 也会过得很幸福 有句话说 知足者贫贱易乐 不知足者富贵易幽 知足的人 就算自己穷一点 也是会自得其乐的 而不知足的人 就算是锦衣玉食 也开心不起来的 幸福从来不是外界条件堆积起来的 而是自己的内心 只有内心感觉到知足 整个人才能真正获得快乐 四 人生活的是心态 心态好 一切就顺了 疯子凯说 心小了 所有的小事就大了 心大了 所有的大事就小了 其实年纪越大 越看透生活了 也不会再抱怨什么 不会再失望什么 乐观地活着 其实就很好了 人一定要心态好 半辈子已经过走来的 没有什么事过不去的 活得通透一点 看开一点 一切糟糕的事情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乐观地活着 是一种阳光 照亮自己前行的路 也能感染别人 人生后半生 面对得失 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热爱生活 心存感恩 珍惜每一天 珍惜每一秒 开开心心就好 五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才是最好的善待自己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就无法控制自己的人生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时常八九 自己看不惯的 令自己生气的 被人误会你的 让自己受尽委屈的等等 好的情绪带来好的心情 不好的情绪 不仅让自己更加痛苦 而且还会影响别人 笨舞了才明白 其实人没必要跟别人生气 更没必要跟自己置气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才是最好的善待自己 情绪好 身体好 幸福就会一直都在 不管你多不开心 都要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把烦恼抛于脑后 别想太多 善待自己 时间一过 世界自然会好